複合式熔乳 複合式熔乳不仅仅是适合在我们以前的一些果冻细胶 各式各样的果冻细胶我觉得都很适合 就是一个甲体当作一个基本的地方 它的组织架构 让它能够把乳房组织把它撑起来 外面再用自体脂肪去把它变得更自然 当然现在我们有最新的果冻细胶叫做Motiva 市面上有个叫Modi 有叫做玻璃魅 这种的材质本身来讲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自然 只是说我们再怎么样去自然 它毕竟还是一个甲体 而且甲体本身在我们的规格上面 可能会有300cc的 320cc的 350cc的 可是你可能就不会看到什么321cc 322cc的这些 但是每个人要客制化的话 他可能需要到的这些大小 还有形态 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这种状况的话 刚好我们就可以用自体脂肪来做这些调整 有时候可以调整它的size 有时候可以调整它的形状 还有我们的上胸的缺乏 或是中间的这个乳垢的这些位置 都可以用它来调整它的一些自然度 它的一些带圆感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自然越好 所以用自体脂肪也可以降低它的带圆感的感觉 我们复合式龙乳的恢复期 其实跟一般龙乳的恢复期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原则上这些所谓的肿胀期 或是你可能看到一些瘀青的这些状况 大概就在前面的一周到两周 有些case他可能也看不到什么特殊的一些瘀青 那肿胀的话可能也会比较短一点有可能 因为每个人个体的感觉不一样 那基本上我们看起来如果说要比较自然一些 看起来就是自然 大致上的话我觉得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像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观察这个果冻矽胶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三个月啊 半年会越来越自然 它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多做了一个自体脂肪 然后让它的这个恢复的时间拉长 并不会这样子 那但是有一种状况我们就另当别论 假设我们今天帮客户做这个 除了乳房的熔乳之外 它的脂肪来源不是单纯去把脂肪吸取出来 而是说它可能要做一个腹部的脂肪的雕塑 或者是腿部的一个脂肪的雕塑 这样的状况的话 其实恢复时间比较长的反而是抽脂的部位 就是如果你要去做特别雕塑的话 那边的部位的恢复时间 可能会比乳房的恢复时间来的稍微长一些 我们在做这个自体脂肪方面的话 要怎么样才能增加这个脂肪的存活率呢 本身因为我们就会说抽出来自体脂肪 它的存活率就是高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自体脂肪手术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些像BRP啊 这类这些生长因子之类的 可以让它的这些存活率可以再增加一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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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